1993年出生于雅加达的Jason Anthony Wevovo 于2021年1月28号加入印尼陆军部队 并成为少尉 在印尼大学获取了医学学士学位后 他只身前往英国深造 并获取了英国纽卡斯尔大学 干细胞学的硕士学位 他认为干细胞学在临床应用上 有相当大的发展前途 除了大众熟知的可为白血病患者 提供治疗的可能之外 还能对烧伤患者的救治发挥不小的作用 这个专业可造福更多的人 其中一件事已经完成了是 是为了治疗瘤疗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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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疗 Nusatangara遇到了陆军部队的医疗团队 被他们的团结精神及强大的内心所吸引 因此便产生了成为他们议员的想法 以帮助更多的人 当他告知父母从军的想法时 父母虽然表示惊讶 但依旧支持他的选择 虽已成为一名军医 但Jason表示若有机会 他希望能继续前往英国深造 以获得博士学位 将来以更加成熟且深入的 医学知识和技术 来帮助更多的印尼百姓 疫情期间 Jason曾担任陆军医院 新冠病毒抗疫小组的医生 近期他也刚完成在贸物市 接受的战略情报教育 并于10月5日 正式前往巴黎岛的 巴布勒冷区的 陆军中心医院担任医生 以服务当地的百姓 美都新闻记者 Yen Zin Lin,温子进 Denny Ramadan采访报道 OSC.medcom.id gratis 。